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杜华说 刚才有个视频 我们分析了今天欧冠的一些比赛 那么这个视频跟大家分析的是 关于英联杯的部分 同样呢 有7场的比赛值得我们期待 因为这7场比赛里面也包括了英超的一些球队 我们来跟大家分析一下 第一场的是布伦特福德对奥连特 这一场靠主场的布伦特福德 1比0 2比0跟3比0 第二场是爱佛顿对南安普顿 这一场个人反而看好南安普顿 0比1 0比2跟1比2 各种的原因呢 其实我个人来讲 就是这一场是很主观的一个感觉 因为你没有办法去分辨太清楚 因为爱佛顿的状态 或者说南安普顿的状态 谁更好谁更差 其实都很烂啊 现在状态来讲 可是呃大家都去选择主场的情况下 我们做一个反面 就是这样的一个选择 也可以考虑这一场呢 呃不去碰他也没有问题 好吧 那么重复一下比分预测是0比1 0比2跟1比2 第三场是普莱斯顿对富乐姆 这一场看好客场的富乐姆 0比1 0比2跟1比2 第四场 女王公园巡游者对水晶宫 这一场看好客场的水晶宫 0比1 0比2跟1比3 第四场是孟莲 对巴恩施利 这一场看好主场的孟莲 1比0 2比0跟3比0 第六场考完锤对热刺 这一场看好客场的热刺 保平真胜0比1 1比1跟1比2 最后一场是布莱顿对狼 对靠主场的布莱顿呢 保平真胜 1比1